86岁的泰国国王普弥鹏阿杜德身体堪忧之际,王室突起加变,除非蒙西拉米七名亲戚近日射警队严重贪腐案被捕,泰国王储马哈·瓦吉拉龙宫随即要求收回他全家族的王室慈庆,外界相信这是花花公子瓦吉拉龙宫为第三次费费铺路,更有传他准备另娶已有身孕的女子作为第四人妻子。 2009年时一段视频显示,泰国王储夫妇一起为他们的狗庆祝生日,王储妃全身上下只穿一条丁字裤,当着丈夫的面侧卧在地上,为狗吃蛋糕,这段视频曾引起泰国国内震惊,并迫使王储承认王储妃曾是一名脱衣舞女郎的事实,这也导致了他们的儿子被剥夺了王位继承权。 过去十来天,警戒高官涉贪被捕案一直是泰国的热门新闻,但直到瓦吉拉龙宫要求撤销王室刺信,外界才得知,原来涉案人是蒙西拉米娘家。 据悉,蒙西拉米娘家七名家族成员较早时因涉嫌参腐案被捕,当中包括了任职中央调查局局长的楚飞叔父、彭博及四名兄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